《沉默的羔羊》英语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是于1991年上映的美国惊悚片 导演为强纳森·德米 内容改编自托马斯 哈里斯于1988年的同名小说 描述一名联邦调查局 实行女探员捕捉一名连环杀手的经过 主要演员朱棣、福斯特及安东尼、霍普金斯 两人凭此片成为奥斯卡影后及影帝 电影另获三项奥斯卡奖 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及最佳改编剧本 被认为是恐怖片的经典之一 也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电影史最佳影片之一 本片的续集人魔于2001年上映 随后有两部前传2002年的《红龙》 即2007年的《人魔崛起》 剧情 正在FBI受训的实习干员克里斯、史达林 奉局长杰克、克劳福之命 前去探访医师汉尼拔、白克特 以患得追寻连续杀人狂魔、尹牛比尔的线索 尹牛比尔、一亿水牛比尔是一个变态心理罪犯 当时他犯下一连串杀人案件 并且包下被害者的皮 其犯案手法令许多市民人心惶惶 精神科医师汉尼拔、白克特 已经被警方在地牢中关押近八年 汉尼拔从外表看 与常人并无相议之处 沉默、平静 气质中透露出知识渊博和足智多谋 然而汉尼拔是一名曾犯下多起杀人案 因此被列为极度危险的人物 只是由于他具有研究价值 所以被保证人身安全 汉尼拔答应提供克里斯一些 跟尹牛比尔的行踪线索 但是条件是 克里斯必须提供他的个人经历 克里斯违反上司的警告 与汉尼拔交换条件 然后透过提供的线索 逐渐分析野牛比尔的性格 在此同时 一名女性参议员的女儿 遭到野牛比尔的绑架 精神院医师与参议员合作 愿意交换条件 向汉尼拔所取野牛比尔的资料 汉尼拔提供假资料后 被参议员遣回巴尔迪摩的精神病院 汉尼拔被关在孟非斯的一间法院中 而克里斯则设法与汉尼拔见面 在两人最后一次面对面的谈话中 汉尼拔给克里斯资料的同时 也揭露克里斯的童年经过 克里斯曾在骨仓中看到尖叫的羔羊群 想要去救他们 但是克里斯被送走时 羔羊也遭到杀害 而这也驱使克里斯成为FBI的干员 汉尼拔在法院中 刻意让两名警员再送一次晚餐 以预先藏好的金属条打开手铐后 杀害两名警员 他将其中一名警员开膛偷渡 并且以大棚展翅般挂在铁笼上 汉尼拔并且搁下一名警员的脸皮交换衣服 假装成幸存的远警 被其他警员送上救护车后杀害车上人员 并且杀害一名游客 得到潜雨衣服后 成功逃脱 另一方面 克里斯干员借由汉尼拔提供的资料 继续分析 他根据汉尼拔所说的原则 人类之所以贪求是因为 见惯了日常生活的物品 推断出 第一位被杀害的女性与野牛比尔因有很大关系 克里斯到抵达第一位受害者的老家 并且得知 他是一名受雇于他人的采访 克里斯殿下局长克劳福 他则说 已经知道比尔的住址与名字 准备率领特种部队前往攻坚 而克里斯则继续调查 剩余的受害者与比尔的关系 警方攻坚凶手的房子 却发现房子空无一人 另一方面 克里斯根据受害者的朋友 所提供的雇主住址 来到野牛比尔的藏身处 原本比尔化名为杰克 戈登 躲避克里斯的注意 但是克里斯随后 察觉戈登是比尔后 逐渐把枪斩开追逐站 克里斯追到戈登的秘密地下室 经过一番搜寻后 始终无法找到人 加上电源被关闭 他只能摸黑搜索 而比尔则持夜视镜 一步步地逼近克里斯 正准备拿他的左轮手枪时 左轮手枪的扳机声 让他判别方位 克里斯使用他持有的左轮手枪 近距离以六发射杀比尔 参议员的女儿终于被警方救出 几天后 在FBI实习干员毕业排队上 克里斯接到来自汉尼拔的电话 汉尼拔此时身在海外 与克里斯短暂交谈后 他挂上电话 尾随当初精神病院的医师奇顿 电影到此落幕 谢谢收看您的鼓励我的动力 请点赞转发订阅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